櫻島火山是星期日的下午噴法 灰塵性動5000米的高空 打破自己原先4000米的紀錄 灰塵飄散到10公里外的鹿兒島市 市面一片灰蒙蒙 能見度低 居民出外都要戴口罩 或者用手巾遮掩口鼻 亦都有市民戴鼻遮和雨漏 以免弄髒身上的衣服 到星期一能見度才有改善 噴法未有造成傷亡 但火車服務一度停止 以便清除路軌上的灰塵 灑水車就出動不斷清洗街道 日本氣象聽指 英島火山會持續有類似的噴法 但相信都只是噴出灰塵和碎石 暫時沒有大規模爆發的跡象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 陳淑敏報導